黄金,白银是古代最贵重的金属 可以称得上是金属中天生丽质的贵族 位于西亚、埃及和希腊半岛的古地中海人 曾偏执地将黄金视为至高无上的太阳上的化身 生活在近墨西哥周边的古美洲人 只认为白银象征着脱俗冷艳的月亮之身 而用金银加工制成的器物 更是最华美珍贵的资料与最精致繁腐的技术结晶 因为其具备财富、权力和艺术的多重价值 一直以来为人类追逐与争夺 1970年10月5日 在西安南郊何家村的一个基建工地上 施工的工人挖出了一个高65厘米 附近60厘米的陶梧 打开之后 发现里面装有大量华丽的金银器 报告给考古所之后 工作人员后来在距离工地不远的地方 再次挖出另外一只陶梧 以及一只精美的银罐 经过清理之后 整整出土了一千多件文物 谁都不承想 就是这一挖 居然轰动了世界考古节 大唐风华 竟藏于这几只罐内 鸳鸯连半文金碗 鹦鹉文铁梁银罐 五马咸碑文银湖 当时就被定为中国国宝级文物 而海内孤品 湘金瘦首玛瑙碑 更被列入了禁止出镜展览文物名单 虽然大雄并没有去过陕西历史博物馆 但是走进大英博物馆唐代展区 就立刻被眼前的这些精英器吸引 这只溜金曼潮鸟寿文连半银碗 体现出了唐代精英器高超的锤碟制作工艺 当时的匠人 在碗壁上锤碟出12片凹凸起伏的连半 然后将口言往下渐渐收紧 糊状的鞋臂上还隐约可见繁琐的图案装饰 底足则是精美的溜金鸟寿花草文 华丽富贵 碗的外壁则穷尽奢华 布满溜金忍东文 空白处为密密麻麻的鱼指纹 通声纷繁诡厉 从引碗的垂碟凹凸文式 可以看出萨山波斯经营器制作工艺的影子 据考证 唐朝是我国古代经营器制造最为成熟与发达的时期 强盛的国力 开放的心态 以及丝绸之路的畅通 使得唐帝国对外交往空前频繁 在此基础上 西亚、中亚等地的商人工匠纷纷来华 他们在带来大量国外产品的同时 也引入了包括经营器制造在内的工艺技术 因此唐代经营器大量的吸收了苏特、萨山、拜占庭等经营器发达国家与地区的造型及文式 这支高竹银碑就是典型的唐代与东罗马帝国文化交融的产物 首先从渊源上看 高竹碑是来源于公元一世纪的古罗马 如果大家还记得之前介绍了罗马展厅里的沃伦碑 应该可以对比出两者造型上的相似之处 唐人在吸收外来因素的过程中逐渐将其改造 使之向中国化过渡 最为明显的是器物的装饰文样 唐代工匠并未直接的全部仿造 而是以当时人们所习惯的审美情趣取而代之 比如狩猎文高竹银碑上以狩猎为装饰题材的文样 在中国由来已久 在战国同气、汉代画像石、魏晋画像砖上都有出现 唐代由于统治者对狩猎活动的极其热衷与重视 狩猎文也成为重要的艺术表现题材 大英博物馆的这支与何家村较长出土的狩猎文高竹银碑 几乎是一模一样 都是垂笛而成 平占花文 通笛以鱼子文为地 背斧为狩猎文 画面刻有四个骑猎人物 军头戴高斧头 身着窄袖长袍 乘马基辞 或赤身后转张弓戴射 或回首事故搜索猎物 人物间称有花草素食等文饰 口言下即背斧下部均为残枝花文 高竹中部算盘猪式的结上 战客一周连猪文 下部的喇叭型底座表面是四朵桃形花节 高竹银碑上的狩猎构图 强烈突出的人与人 人与兽之间的呼应关系 巧妙地抓住了狩猎师最精彩的瞬间 即狩猎者公贤拉满 野兔 鹿拼命逃窜的情节 无论是对动物奔跑时的形态 还是人骑马时的姿态等细节 都表现得唯妙唯肖 虽然唐代精英器的垂碟工艺 源自于中亚 但是另一种叫精英平脱的技术 却是实实在在的中国传统古代工艺 它是一种将修期与金属相嵌相结合的工艺技术 这支银碗造型为垂底而成 但是花卉图案却是单独用银薄片雕露出来的 然后用漆将其粘合于碗的外壁 最后再修漆打磨抛光 从而显露出精致优雅的花纹 除了精英器皿 这展规的另一面 博物馆展览的唐代贵族日常生活的用品 尤其是精美奢华的漏雕精致发展 溜金银壁书 上刻有寓意富贵吉祥的花鸟纹 最下面的一套玛瑙制成的腰带 为西域积乐纹 是唐朝引入西域音乐文化的历史见证 也是典型的中原吸收西域音乐舞蹈文化的产物 积乐人所用乐器如空喉、声、排销、琵琶、横笛、拍板等更设为西域音乐文化遗存 及中西文化交流最宝贵的物证 这篇展规最惊艳的展品 当属这件罗电双凤纹铜镜 我们在之前的文物介绍中 曾经讲述战国至秦汉的铜镜 尤其是镜背上丰富而多变的文饰 到了唐代 贵族们显然不仅仅满足于此 他们对镜背的图案和造型追求到了极致 尤其是制作技法上 在原来纹饰的表面 可使溜金、贴银、螺电、甚至宝石镶嵌 其中 螺电铜镜的主要工艺类似于金银平托 但是敢用贝壳雕制成各种图案 按实际要求沾于竖镜背面 然后修漆、研磨 最后在螺电上毛雕花纹 漆地为黑色 螺电为白色 黑白分明 光彩阴润 使得铜镜高雅滑贵 除了这面尺寸较大的铜镜 另一面螺电铜镜的背面还嵌入了琥珀 当然 唐代金被螺电工艺 目前存是最高水准的艺术品 当属日本正仓院馆藏平螺电宝镜 这面宝镜的背面 用了产自中国南海的夜光贝罗 缅甸的琥珀 阿富汗和伊朗的青金石 以及土耳其石等珍稀材料 工匠以珠红色的琥珀为花心 螺电制成花叶 琴鸟 从而镶嵌出锐鸟宝像花纹 最后在底处炸一浅蓝色的绿松石 整面镜子 匠心毒蕴 高调色化 到了夜间 夜光被还会散发出银润的光芒 使得镜被流光溢彩 惊艳华丽 我们可以看出 镜被上的材料 基本上都是丝绸之路上 通过贸易而流入中原的保护 而唐代的工匠 却能将其巧妙地组合在一起 从而构化出各种锐琴飞鸟 西细于花虫的中国传统图案 唐代的螺电工艺 不仅应用在铜镜上 甚至是乐器上 日本郑昌院管藏的唐罗电子弹软弦 和五弦琵琶 上面的罗电花纹 无论是在雕工 制作工艺 还是在审美上 都是惊为天人 看上一眼 那都是扑面而来的大唐盛世 与绝代奉华 罗电工艺 在历史上因唐代而发扬光大 继而最终向东影响到了日本 通过这些展览 我们可以看出唐代是一个 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时代 并对外来文化有着很强的融合力 在外来工艺的基础上 结合本土的记忆 从而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风格 创造出新的文化 最后再将这种新文化传播出去 唐朝既能因自身发展需要 而产生巨大的包容量 又能以自身之强 散发出强大的辅射力 这也是一个国家 一个王朝的文化影响力 在世界的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重要原因 中文化 中文化 中文化